人到中年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五个残酷人心现实 第一 穷人都有脸大毛病 其一 很多人一生都是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要做什么 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为谁而活 临死前才后悔自己一生碌碌无为 其二 这些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你说什么他都知道 他甚至比你还聪明 但就是不行动 懒惰的思想和吃缓的行动害了其一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 如果你没有好的智商 是很难成为人生的赢家 但是更可怕的是 你有了好智商 但是不行动 那人生却败给了自己的懒惰 第二 做人要有底线 该翻脸时就翻脸 这个社会往往都是欺软怕硬 你越软别人就越想欺负你 越觉得你是个软柿子容易咧 处处挤压你 压榨你 甚至剥削你 结果内心还在看不起你 他们往往是得了利益还卖乖 所以在老实的人我们也要懂得翻脸 该翻脸时我们就要翻脸 翻脸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有做人的底线 我们也有做事的原则 第三 对别人期望越多 对自己失望就越大 很多人对别人要求很高 对自己要求很低 经常会说他不会做人 他不会说话 他不会办事等等 其实往往不是他不好 是他只对你不好而已 所以对别人期望过多 不如对自己不要有过多的奢求 靠天天他 靠地地线 靠任何人都不如靠自己 奢求别人 不如努力的去修行自己 第四 丢失的信用是可以找回的 不要太在意你的尊严和信用 任正非说过 面子是给狗吃的 当你落魄处在人身低谷时 你的尊严就会被别人踩在脚底下 那当你又重新站起时 别人又会对你刮目相看 那即使你因为落魄 曾经欠下的信用 也会因为你再次翻身而重新找回 所以当你落魄时 不要太在意你的信用和尊严 这个社会不讲究过程 只讲究结果 所以你想取得别人的尊重 想挽回自己曾经丢失的信用 努力的让自己再次站起来就可以了 你失败过一百次 但只需要成功过一次就可以了 第五 怕别人嘲笑你就证明你还没有真正的长大 怕别人嘲笑你就证明你还在乎别人 自己活在别人的感知之下 那每个人都不是完人 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看着我们顺眼 那如果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们就会丢失掉自我 那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我们要学会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路是自己走的 谁也帮不了 那不管是好是坏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嘲笑你的人他也不一定会混的就很好 那就像当初史玉柱在巨人大厦倒闭之后 上了一期节目访谈 底下的很多网友就怼史玉柱 说你的人格有问题 说你的知识太狭隘 说你在做企业还会失败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这些人又去哪里了呢 所以活好自我方能笑到最后 你对人性现实如何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